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方便每天出入房子 他们还自己用藤万桥木设计了简易的木梯 可以说是非常聪明了 由于这座小岛与世隔绝 岛上的居民适时代代生活在这里 靠捕鱼打猎 采摘野果为生 可以说是完全的自给自足了 因此从未有人有过离开小岛的想法 就这样他们被外界飞速发展的文明远远地抛弃在了身后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没有现代文明 岛上居民生活的也依旧开心 直到被外界曝光 他们也依然选择继续生活在小岛上 或许在外人看来 每天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很危险的 但对他们来说 却是千百年来生活的常态 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 不再去打扰他们 让他们的生活重归平静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